他就把球转移出来 然后孙明辉的机会就来了 漂亮 孙明辉的背身传球给到胡锡俊 这就是新一代的中国空位啊 跳球过后 身穿标志性蓝色客场战袍的新疆英尼特 拿到第一次的进攻球球 来 报家了 就传球 就这意思啊 孙明辉上一场比赛送出五次抢断 这次攻防转换也是两分再打进 他连续三场比赛都已经是五次抢断以上 一共是五次 六次 七次啊 这个真是相当了得 孙明辉上一场打了35分钟 突破的分球 威尔斯抵角的空位三分 额额命中 完全一样 这一招 这小的为什么没打呢 胡锡俊 孙明辉上场比赛命中了四季三分 今天也是上来张手就有 这个球其实我觉得没问题 就是投的不算 孙明辉第二次抢断 再来一颗三分 为什么孙明辉没有进全明星呢 好球 孙明辉 孙明辉现在这个持球的打得要加暂停了 他要 哎 这个球怎么会是 哇 孙明辉的 可不是胳膊长啊 你看 威尔斯的整个效率就下得非常快 是 但是孙明辉又来了一个抢断 欧洲部的左手再打进 孙明辉已经是广沙的第一外援了跟你说 这个身高就给限制了啊 对 卢卓布拉应该是要全线拉开 看孙明辉是不是中路一打一 又来了 好球 孙明辉啊 这两场比赛 这种持球小打大的能力 比韦伯斯特强一些 对 反正又看见那年的这个定验宇航了 你到家他就把球转移出来 然后孙明辉的机会就来了 漂亮 孙明辉的背身传球给到吴迪秋 这就是新一代的中国空位啊 全明星遗珠啊 孙明辉 哈哈 让人遗憾 我觉得啊 那个浙江广沙也挺像那个波特兰开客者 上半场出现了应该是九次的失误 对 孙明辉底脚哇又是八分了 孙明辉上半场这个三分球又是四中三 上一场比赛七中四 没错 当然我们也很欣喜的看到有一个中国版利拉得出来啊 我们需要这样的国内球员站出来 孙明辉今天又是打出了非常精彩的个人表现 而球队也是在孙明辉这段时间的发挥之下 再次领先到了两位数 46比35 已经犯规发生 所以上篮是不算的 委体犯规要 委体犯规要由被推的那个人来罚 好球 孙明辉 抢断之后 苏鱼和孙明辉又打成了一次二人之间的配合 牛角 哎呦孙明辉 钻过来到底脚刘征的三分 哇 郁昌栋两分打进 新疆队在这段时间打的还是不错 累积了自己在内线的优势 16分的分差 孙明辉反击又来了 哇 孙明辉打进之后 好球又是来自孙明辉 不看人传球找到了空切顺下的胡君秋 现在开始传球了啊 是